蔡英文講就是台灣價值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污衊嘛 你根本就沒有把台灣 這個台灣的主流名義放在你心裡 把總統的話當成是廢話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覺得 他不想被抹紅 他也可以講啊 他每一次如果認為說 他的兩岸論述都被人家誤會的話 我昨天給了他一段的時間 讓他可以好好的去講清楚 他的這個兩岸的論述 然後把這個所謂他認為廢話 理所當然的事情把他念一次啊 結果我問柯文長說 你認為他是廢話理所當然 那你可不可以念 他說可以 我怎麼會不敢 我說好那你開始念 他說我為什麼要念 我不是小學學生 你又不是我的小學老師 我說你說你敢念 你又不念 你又說你人家怕人家把你當成中共同路人 你不是很矛盾嗎 後來他就越來越想起你知道嗎 我說那你就念啊 然後他就開始浪費時間 因為我們一個議員的質詢時間 在議會的總質詢只有四分鐘 只有四分鐘啊 柯文哲柯市長給你拉一下 他就他時間就過了 所以我一直就是要求議長把時間暫停 柯文哲如果他願意敢念的話 那就把他念出來啊 可是很遺憾的他就是一直這個 顧左右 他後來爆氣啊 他是說什麼 黨政軍退出媒體是誰的什麼政見 對 他昨天 他昨天就真的暴怒了 他就說黨政軍退出媒體是誰的 這個哪一個黨的政見 可是前一天 不是才有鏡週刊的記者爆出來 柯文哲在市政府接見他的網軍側翼嗎 是啊 所以誰有網軍 我不曉得民進黨一直被柯文哲指稱我們有網軍 我們有哪一個政治人物把自己把網軍拉到市政府去討論的 唯一只有柯文哲 我蠻遺憾的啦 就是說昨天我給市長一個機會 他自己敢說 他自己說他敢講這個事件 是個堅持 我給他講 他又不敢講 然後浪費議員的時間 結果昨天他建設回去之後 回去大家都很生氣 因為大家都說他嗆我是大學教授啊 媒體給他報導之後 他就很生氣 他下令他的市府的發言系統 黨的發言系統 甚至民眾黨的每一個立委 都必須要寫一篇臉書來罵我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 我是一個台北市議員 我在議會給市長時間講好兩岸的論述 因為我認為他未來明年也會去姐妹市交流 也會去雙城任何交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向全世界告訴他 他的兩岸 我們現在因為外界關注台北市府 到底有沒有在這個專心市政 還是都在進行選舉的準備呢 那因為這陣子在打疫苗 也真的是打得一團混亂 這個很多的老人家真的是被他氣仗了 因為通通要去跑花博去打這個疫苗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綠營的議員 包括洪建議也是問他 你現在在準備選舉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堅持堅定支持 黃申申選這二零二的台北市長 而且要幫他多拉藍軍的票呢 那柯文哲竟然說他很綠 不要懷疑他在民進黨有很多朋友 來明顯怎麼樣看這個柯文哲現在的動作 他說很綠 所以他是能夠拉到綠營的票嗎 還是他會拉到藍營的票呢 他不是阿伯最常說最常哭說自己都被人家抹說 檳榔嘛 檳榔就說裡面綠的外面紅的 他就常常哭說這樣 所以他到底是綠的還是藍的還是白的 他應該算白的吧 他們當初是白色力量崛起嘛 所以他應該要自我期許是不藍不綠啦 那我覺得過去是這樣 我跟蘇培可能比較比較不同 因為有時候他們座位在我旁邊 像我在市議會質詢 我很少問政治議題 因為我是第一任嘛 所以我學習比較多 我都問市政議題比較多 那明年是阿伯的最後一年了 那阿伯過去八年 到底說呈現的是什麼啦 因為已經連續前幾天 不是遠見雜誌評比嗎 我就問他說阿伯 你已經連續兩年最後吊車尾了 都想不到名字 你要想呈現你的政績 總要拿一項出來給人家說可以縮嘴嘛 對這個你最厲害 就他提了東區門戶計畫 西區門戶計畫 那個誰知道啊 所以你要有證據 讓人家看得到摸得到 要拿數據出來嘛 可是因為他提這個 我覺得說 第一個說服力不太夠啦 那第二個最近市政 確實出了一大堆狀況 譬如說花博打疫苗了 對 這個就我電話真的接不完啊 而且我原本預約 我是下禮拜要打 我要打第二劑 我因為是這禮拜 禮拜二開始十點開放預約 我大概十點 就不到十點才開始預約 我預約到只有花博而已啊 還是只有花博 我助理約到基隆 打第一劑 所以很多都跨縣市預約 所以這個真的被人家罵死了 我覺得這個狀況 那他還怪中央對不對 他是不是在預約虛透 我覺得這個真的他要跟中央 這個要講清楚 真的被罵報 我覺得他也在做檢討 所以那他如果這樣情況 他還想拉綠的票 我覺得他現在跟藍軍重疊比較多 他拉得到的還是很多藍軍 我覺得他表面講說他是很綠 其實我覺得說 實際上他的身體還蠻誠實的 他的動作其實都拉到藍的票比較多 所以說偽裝很綠 實際上還是吃到藍的 所以他說他很綠 明顯都說明明身體就很誠實 就很藍啊 我沒辦法判斷他是藍的綠 我只知道他做了很多事 講了很多話綠營的支持者是 沒辦法接受的 看不下去 任何政治人物你是什麼顏色 其實是由選民決定的 不是用自己來決定的 明顯是藍的是綠的 他的選民會告訴他 所以我至少看到民進黨 或綠營的支持者 對於柯市長有一些做法 是無法接受 甚至有一些是大大的無法接受 我剛才看的那個蘇培的質詢 我覺得蠻有意思 其實他們倆在講同一件事情 就是蔡英文講的四個堅持 你根本就覺得有道理嘛 柯市長你本來就覺得有道理 只是你用一個廢話 去形容一個有道理的事情 所以他說那你既然覺得有道理 你趕快再講一次嘛 那四個堅持是台灣的最大公式 當你把它貶譯成叫做廢話的時候 那為了這句廢話跳起來的是誰 中共啊 為了這個廢話跳起來是誰 中國國民黨啊 然後你把貶譯成廢話 那你是藍的還是綠的 清清楚楚嘛 如果是廢話 為什麼有人會跳起來 因為這一句這四個堅持 國際的自由民主國家 大家覺得是講得很清楚 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溝通無礙 可是為了這四個堅持 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國民黨表示不滿 那你說那是廢話 那請問一下立場是接近哪一邊 我覺得這是科學 這也不用那邊 這什麼人是大人小孩 何況議員監督市長本來就天職 議員用什麼形式什麼內容 是他的權利 我第一次看到市政府回過頭 要叫一群人逼他 要向市長道歉 那個我覺得這個減到機會 用一點聲量 對要參選人是有好處 但我最後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說 動不動拿台大醫生 台大教授去押人 我覺得不好 台大教授有值得尊敬的 也有我認為根本不值得尊敬的 所以跟是不是台大 是不是教授無關 跟每一個人自己的為人處事 人格有關 所以我剛才聽得很清楚 簡素博士講說 你如果自稱台大教授 你可能會拖累了 其他台大教授 他很聰明的 他馬上回來說 你罵了一大票台大教授 根本牛頭不對馬嘴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倒覺得最後一年了 有一些政績讓人民去感受 就像疫苗的接種 大量接種 從六月份開始到現在 四個月多月了 你怎麼還會把特定疫苗 一律去花博 只有特定疫苗去診所 然後出了問題說 中央沒有給我固定的量 忽多忽少 陳時中才說 不對哦 供應量要多少 事前要問你哦 你事前講說你打不完 我們就不會給你那麼多 事前如果有問 你最後沒辦法消化 打不了 那是誰的問題 非常清楚 是的確來 郭東哥 如果是柯B這種態度 你怎麼去準備 明年的地方的縣市長選舉呢 凡事都推給中央 在這種情況下 你說黃珊珊要怎麼選呢 如何拉到綠營的票呢 用這樣減蘇培是捅到柯文哲軟肋 他最軟的那一塊被減蘇培把他刺到了 他絕對不敢講也不能講 柯文哲的立場經常讓人家搞混掉 現在他連自己的身份 他自己也弄錯了 他站在背行台上 他是市長耶 他不是教授耶 我們把這事情搞清楚 議員在執行你 你站在背行台上 你是臺北市長 國家的首都市長 跟你臺大教授有什麼關係 對啊 我是議員 我執行你 你要回答 你不回答 你也不回答 你怎麼我是臺大教授 所以有時候他立場搞混了 又連自己的身份 他也完全搞混掉了 他是民眾黨黨主席 你又是市長 角色的這樣的亂七八糟 把市政府當成什麼 剛剛明星在講啊 再問他八年什麼政經 他不是最洋洋得意嗎 我八年臺北市沒有舉債 你就假大聲講嘛 議員是罵他說 你把臺北的主產都賣光了 都花光了 你還沒舉債 他又講不出來 所以有時候碰到他真是 你說他是無厘頭嘛 也不是 他還懂得可以避免 不要講那四個堅持 那個一講後遺症後果很嚴重 他也知道啊 所以他心理上 簡書北市 牙癢癢癢的 才會叫所有人來臉書上罵他 他也只能這樣子嘛 那如果因為一個執行 在臉書上會被你民眾黨人罵 那你就知道這個市長就沒騙了 你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嘛 議員執行 你要回答就回答 你不回答 你就用別的理由去拒絕嘛 你不要在那彰顯 你是台大教授 他就要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要安慰一下蘇培 他們自己對自己人 都用網路側衣去修理了 所以打他剛好而已 所以我認為蘇培那這個 對柯文哲來講 那這次以後執行 他一定要特別 他可以事先去模擬一些東西嘛 這些問題是人家一定要了解的